俗稱蜜乳花生的硬家果 引進來台不過才幾年的時間 由於管理成本低 作物用途廣 種植面積迅速擴張 硬家果可供榨油 製成蛋白粉 面膜 南同農民看好經濟效益 籌組全台第一個硬家果生產合作社 並在今天成立 希望成為農業新興的產業 硬家果合作社籌備總幹事 廖瑞奇表示 硬家果主要來自於蜜乳 大約5年前引進台灣 目前全藍頭縣 有超過10家以上的種植面積 硬家果從栽種到製造 相當損人力 成立合作社的主要目的 在於協助農民 解決產業鏈的問題 硬家果生產合作社的成立 硬家果它主要來自於蜜乳 大約5年前引進我們台灣 目前我們全藍頭縣 有超過10家以上 近百位的那種農民在種植 那硬家果基本上它的從栽種到製造 非常省人力 那我們成立硬家果的種植 最主要是要協助農民 解決他們整個產業鏈 從種植到製造到行銷 整個產業鏈的一個整合 那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把硬家果這個產業 能在我們藍頭縣能發揚 進而發揚到全台灣全世界 因為硬家果基本上它不需要噴農藥 而且它是一連四季都可以生產 種植大約六個月左右就可以有生產 有收入那大約在十個月左右 整個果實就可以來炸油 硬家果合作社理事長黃毅瑞表示 硬家果油的產出量超過四成 市場價值高 他引用林業所研究專訓報導說 硬家果油富含Omega-369不飽和脂肪酸 且三種含量高達92%以上 可增加國內使用油的自體率 保障國人使用油的安全與身體保健 因為它是一種比硬家果更好的油 所以我在泰國了解後 就是開始回來我們台灣這裡 提供硬家果油 硬家果油它最大的優點 它是Omega-369都非常的平均 而且它的不飽和脂肪酸達到92% 這是林業試驗所所發表出來的 它的管理方法更簡單 只要栽種以後 像現在這個時間 差不多三個月就可以看到它的開花 然後差不多在六個月就看到果實 果實以後經過差不多一兩個月就乾枯了 就可以採下來就可以開始炸油了 農業處副署長李美竹表示 硬家果合作社從去年的7月開始籌備 今天是創立大會 會中將必須把章程細節及規範向會員報告 目前40多位會員 未來也將會有更多農友加入 南投縣應家果生產合作社在去年7月開始做一個籌備 那今天是做一個成果的發表及創立會 那創立會過程中依照合作社法裡面 他要對他的長頂跟理感受的選舉 跟一個長頂裡面的事件跟一些規範合作社 向社員來做一個報告 那應家果生產合作社應該以新散的 就是一個南美洲引進的藤類作物 那是生產以後工作有產品 那在這個合作社成立實在是不容易 到今已經有40幾個社員來加入 未來在今天創立會後會落書有社員來成立 那我們站在政府的立場來依照 內政部頒布的合作設法來輔導這個合作社 議員曾正言則表示很多人對於應家國相當陌生 因此今天特別成立大會讓國人了解到應家國的好處 應家國現在很多我們的鄉親要參聽就要不要聽過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進入這個大會 因為我們本地、我們管長本地也要拐 因為他就去大陸,所以沒辦法來 很多長官也都來參加 希望我們的應家國社會 這樓下飯後會越來越好、越來越旺 讓我們家會我們的農民 照顧到我們的佩生的這個身體 南東縣境內目前應家國種植面積已經超過10公頃 國姓竹山等鄉鎮都有農民投入 因為應家國適應力強 不用試藥管理成本相當低 且田間觀察應家國種植23年便進入盛產期 開花結果可以一年試劑 參期達10年以上 因鼠爬藤作物可配合廢除檳榔園政策 節省種植成本